继续结束了结 ok 刚才我非常赞同阿弹大哥 刚才讲一句话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呢 是一个很典型的那个月光族啊 我我我是 我是做工啊 724的 翻译做到礼拜 然后从早做到晚的 然后以前我是做什么 以前我是 我有做过 报纸的代理 我是警报区的一个 一个报纸代理 然后啊早上去找报纸 然后又去拍报纸 然后我也做过 啊做过那个 那个电话店 我跟我朋友开电话店 然后 当时之前就是很起立啊 总也是从早做到晚了 然后每天只是一个满满一个字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说 每次到一回的时候 那钱不是出来啊不够用啊 什么原因很奇怪啊 哦又能够 啊听到啊我是讲加入这一个商店 我是是在去年去年说那个这么大个他就来来找我啊 他找我说 哎我现在有一个产品要介绍给你 然后说这产品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说我交过半天半夜又是产品独一无二啊 我到底有什么好 然后呢 然后这话呢 他说啊不要紧 你来现在公司来去招一招点 你一招招你本身的股 然后当时我现在讲了 我才30岁都不到 我的股应该很漂亮 应该是很重的 然后他才35块钱嘛 就带我女朋友来来来去找 然后找出来 看到报告哦 原来我的股啊 比我女朋友我还差过他 然后才去了解到 原来这是我们的生活饮食啊 很多东西都会造成我们骨质流失啊 其中也是说我们肤色啊 我们吃的肉啊 然后吃甜的东西 然后最近最近的那医学报告啊 假如小孩子时常喜欢吃甜的东西 喜欢吃那大量那个骨质品的话 他骨骼流失会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我了解这个东西过后 然后然后就啊 有个人身边去了解 就看到见证 然后发现到真的有很多这个啊 见证啊 就比如刚才那个那个 和风啊 那个uncle 他是四天上四个董哥的 这个四个脚啊 我慢慢是哪一个脚啊 然后我然后我又了解到 因为我看很多大量的书 然后发现到原来很多保健品 其实他是不能有效的去移植我们的骨头问题 大部分保健品 他就吃得够让你精神 让你说有活力 但是骨骼是你帮助的 哎为什么 因为我我 吃保健品啊 然后还有啊 上那些那些健康课程啊 买买那些书啊 健康书那 我都花了差不多有 接近一点干救了 然后就是再照过才发现到 哎 怎么吃这么多保健品 吃这么多保健品 然后都没有效果 啊 然后都 那时候我想 反正我现在我做工作都 嗯 并不是满意 然后就来尝试一下 啊 然后从开始 然后时间证明一下 以前是越光一族 然后现在开始 啊 就没关一族了 是慢慢有了存 有了存 有了存 然后我也打算 以前我不敢说 我女朋友要说 要这样考虑结婚 要考虑什么东西 然后现在 没问题了 我会打算说 呃明年 三天